GO 大家對我來喔 這回來學父囉 政策的故事喔 阿成哥 講 講 堅持為著理想 聖誕為著聖誕 各位觀眾朋友 阿彌陀佛 今天要來跟各位菩薩 我們分享這個主題 叫做聖誕 那麼在過去 有一個正通的 時間管理的高雄 這個高雄呢 他去學校 第一次學校的時候 他會帶一個 褒蕾湯 這麼大 這麼大 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個高雄 面對著很多學生 他修身 他就跟這個工頭上 那裡有那個 像菌頭布這麼大顆的船頭 他就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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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一顆 跟他放在那裡 那麼放放放 放到那個船頭呢 到 報在櫃呢 他上面 他就問學生 說 各位同學 這個 童子呢 這樣 這個時候呢 這個 學生他就說 爛爛爛爛 已經爛爛 好 這個時候呢 高雄說 他就說 嗯 浸一個頭 之後 又由他旁邊 拿一個蝶子 這個蝶子呢 它不是大船頭 它是比較小顆的船頭 他又把 放在這個 布蕊子裡面 一顆一顆就這樣 一直把蝶 一直把蝶 在這個時候呢 也不得不甲 整個小顆船頭 也是落在這個 船頭上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在高雄又問學生 問說 各位同學 這樣鋪 想不到小孩 看著說 剛才大顆船頭 就已經鋪了 他又有法度 這麼多 這個小顆船頭 這個時候 學生他怎麼說呢 可能還不鋪 高雄這樣笑一笑的說 不錯 好 這個時候呢 高雄又 因為 因為 躺在這裡 還拿一包 這個東西 起來 就開始來躺 躺躺躺 喔 我們還是一包船 那麼這包船呢 就躺在這個 布蕊子裡面 一直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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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躺到買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感覺上也是應該的 這個高雄又問說 應該還有空間 想不到學生說 應該還有空間 哇 這個時候高雄說 嗯 不錯不錯 到買的時候 高雄呢 他只要拿一湯水起來 那時候 開始又繼續躺 繼續躺 躺到那個水底 要不然出來 之後 那時候 同學都在那裡準備 準備什麼 準備高雄 我們絕對要問說 這個湯 沒有 是說這個湯 還有空間 結果想不到 這個高雄 他問什麼問題 他說 各位同學 剛才那個實驗 是要把我們 架實什麼 什麼道理 哇 高雄所問的問題 跟學生 預期的問題 都不一樣 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小孩 反應得好 他說 教授 我知道 教授說 好 這樣你成功 這個時候 那個學生 他就說 高雄做這個實驗 就是要跟我們說 說 我們比較沒用 也要花時間 來做百種事 結果 在這個時候 高雄 他也沒有說 嗯 不錯不錯 不錯 都沒有 他說一句 不是 這個時候 學生都一樣 高雄 這個時候 他跟他說 這個實驗 就是要把我們 架實一個道理 如果 頭前那些 大小頭 如果沒有生態 進去 他 到時候他沒有機會 趕進去 那個寶寧 王子 哇 當這個 高雄的實驗 做到家的時候 他 給學生 一個 觀念 如果 機會 我們 進入 在生態 的時候 我們沒有要去生態 後來 我們就不成功了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 如果 當下的機會 來 我們就要當下 就要承擔 我們沒有說到承擔 我們的觀念 就是 要承擔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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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承擔 不是要承擔 承擔 包括 如果 我們有煩惱來 我們也要承擔 我們有壓力來 我們也要承擔 甚至 我們有一個希望 讓那個希望 它散生在我們的念頭 我們也要趕緊承 讓那個希望 將來可以變成理想 來實現 如果 如果 對未來 一些目的的時候 當我們的心中 有一個基台 有一個教徒 在這個時候 要怎麼可以實現 就是承擔 所以承擔 它是承擔到現在 也承擔到未來 那麼既然承擔 它是要讓我們成功 要讓我們的理想 可以實現 那麼承擔 它第一的事情 就是方向 要正確 當我們 要做的事情 那個方向 是不是 有符合到 我們承擔的 這個需要 曾經有一個富翁 這個大富翁 他在大海邊 在大海邊 看到有一個魚夫 他沒有去抓魚 他只躲在海邊 在那裡拍在頭 這個時候 這個大富翁 他就問那個漁夫 說 這個抓魚的大哥 你今天才沒有去抓魚 還在那裡拍在那裡 這個海灘 在那裡拍在頭 這個時候 漁夫就問大富翁 我為什麼要去抓魚 他說抓魚 有辦法有魚 抓去賣 那麼賣就可以賣做錢 那麼錢如果越來越多 你就可以變成大富翁 大富翁 大富翁就把那個抓魚 這樣揮成 想不到那個抓魚 就說 我做大富翁 想要創什麼 大富翁就跟他說 你如果做大富翁 以後你都不用抓魚 你可以整天 用生生帶海邊 來帶這裡拍在頭 這個時候 好,當大富翁 說到這裡 他仰仰得意 他感覺這個得意很痛 但是想不到 那個漁夫 他當下就跟那個大富翁 他怎麼回答 他說 做大富翁的目的 就是不用做頭路 不用做考慮 可以當海邊 在那邊拍在頭 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像你所說的那個目的 我 說一下那個大富翁 他才不會為他們 那麼其實這個故事 是要給我們掲示什麼道理 他說 我們現實在世間很多人 他整天就是這樣做 這樣做 表面上看起來 他好像很認真 很打拼 但是呢 你冷靜來跟他分析 來給他思考 他每天的認真打拼 都不是為了他的理想 來做一項 他希望的事情 我在佛高階裡 我看到很多疑和朋友 甚至我們生命電視台 有很多工作人員 他們每天都是在他的工作崗位 來在那裡認真 來在那裡剪接 來在那裡攝影 來在那裡配音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復活的奉用 所以在這裡 你有一個正確目標的人生 你的性感力 你稍微大起來 不是像剛才所說的 那個大夫王跟漁夫 他們所圖的方向 目的 真的是不太 完全不太正確 所以說在這裡的時候 當我們要去聖誕一件事 我們修身 我們就要很清楚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的 是不是有正確 那麼第二 我們要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熟悉 我們的生活 是不是有如法 曾經有一個小三米 這個小三米 他每天真的 像師父怎麼擦 他就是這樣擦 非常的精進 小三米 年齡那麼小 他就對師父 在耳禪修 耳禪作 那麼在這個 禪修、禪作裡面 這個小三米 他還有他的心得 因為他很認真 所以他很容易入定 但是有一個事情發生 這個小三米 他每一遍入定的時候 都有一隻很大隻很大的蜘蛛 蜘蛛 來出現在他的面前 都沒有在那裡 把他攪拌 把他攪拌 這個小三米 他很煩惱 每次要看 要看 說看他走 我現在就是要纏錯 我現在要入定 你每次來 就來這個 來在那裡 讓他的心不定下來 這個時候 那些蜘蛛怎麼看 看不走 所以有一天 小三米 他就把這個事情 把他的師父 報告 當時清晰 這種情形的時候 是怎麼改善的 他的師父 聽到他的土地 小三米 他說 他如果是正做的時候 尤其是入定 之後 那隻大堤豬就出現 這個時候 師父 當然是過來人 他就跟他的土地說 他說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跟他說 後來 後來 你如果要搭 做的時候 你抓一支毛筆 白水說 溫好好 你抓一支毛筆 那麼 小三米說 我抓毛筆 是要創什麼 師父說 當那隻大堤豬來的時候 你搭他的肚子 用毛筆 捏一個口 這個時候 就是把那隻大堤豬 做記號 小三米說 好 這樣真的有效 好 師父說 我就要相信 所以 當他開始 這個小三米 如果要做的時候 他就抓到那隻毛筆 把目水溫給便便 然後他就開始 正經為座 就在那裡打著 因為這個小三米 他的筋肌 真的實在很沉 所以沒有多久 他又進去了 進去了 進去的時候 一樣 那隻大堤豬 他又出現了 好 出現大堤豬 就開始繞亂了 繞亂 繞 小三米 這個時候 他沒有沉沉 過去 一直看 一直看 他都沒有 他只看著 中一隻手 那隻毛筆拿來 阿eries 因為找到這隻 大堤豬的港湊 來揹一個蝸 認不寧 師父所扎的方法 很好 當那隻大堤豬 蛋 替他把その棋肌 找到小三米 繞一個蝸 以後 … 哇… regards 朝 他的工作 真的是很好 做 巨大堤豬走 這樣我現在這個時候 可以正心來這裡打折 沒有人會再給我擦 結果那天的時候 那個瀟灑咪呢 他真的入獎 同時也入獎很久 所以當他出獎後 瀟灑咪他是身心親安 很親安 瀟灑咪有夠高興 這種行的體驗將來不滿 所以在這個時候 當瀟灑咪他起來了 他回來到療房 他也是要來 來灌死 結果當 他的喪衣躺起來了的時候 瀟灑咪都嚇一跳 為什麼 他看到他的肚子 蓋毛筆 捏一個口子 哇在這個時候 我的肚子當時 捏一個口子呢 小三米 他就衣服快捏 快跑去師父 他說師父師父我請教你 我剛才打折的時候 那隻大瀟灑再來 大瀟灑再來 我就照你方法用毛筆 把那隻瀟灑咪給你捏一個口子 想不到那隻瀟灑咪 起火給我做起 這個大瀟灑咪就趕快捏走 趕快捏走趕快捏 趕快捏 就不再出現 在祖宗大瀟灑不來 我就很安心來接種 但是我剛才要灌死的時候 當我的喪衣躺起來了 我才會看到我的肚子 用毛筆捏一個口子呢 這個時候師父 哈哈大瀟灑 他說小三名 我跟你說 其實那隻大瀟灑 都不是外帶來 是你的夢想心 今天我幫你教的方法 用這隻毛筆 要把那隻大瀟灑做起火 結果那隻大瀟灑做起火 你做起火在哪裡 在你的肚子上面 這就是要跟你說一句 一句話 一個道理 其實這個氣喉就是要提醒你 你的夢想心 做成就你要接種 經常會收到感覺了 哇 當這個小三名 師父給他開拍這個道理後 小三名 當下有夠感聞他的師父 經理師父之後 師父我已經明白了 我來修行人 他內心所起的普通 都是裡面的東西 都不是外套的外套 他們外套 所以這個小三名 他念念 他的精神 馬上有得到一個成就 所以說在這裏 國師父說到這裏 我還在想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 當我們想掌握一個聖書 如來家約的時候 我們還要很清楚 我們自己本身具有的 那些壞的聖書 一定要想盡辦法 忏悔忏除掉 要想盡辦法 把我們不好的聖書 導正 曾經有一個大將軍 這個大將軍 有一天 他就在找一個主持 這個大將軍 他來到寺廟 佛祖拜完 連老去把主持頂列 之後 他跟主持說這句話 他說 兵部主持師父 我 在這個戰場 經過生死的出執 這麼多頂 我憲主持 對這個風頂已經看破 所以我想要出家了 這個時候 那個主持師父 聽到將軍 他要出家 他又繼續聽 這個時候 大將軍 他繼續跟主婦說 請主婦給我剃斗 主持師父聽到這裡 這麼粗糙的 他就 哈哈大笑說 嗯 真好真好 但是 不急 你在這裡 還多大幾個月 一段時間後 我們再看他們 大將軍 大將軍聽到師父 這麼粗糙 他這樣說也沒有不對 所以大將軍 他接受到師父 給他 開示 再等一陣子看看 哇 從那天開始 這個大將軍 每天來道庭拜佛 每天來道庭做二天 再經過 我若過後 大將軍 跟著主持師父 他再跟主持 師父說 師父 我來這裡 已經軍了高威了 那麼在這裡 我天天 就來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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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越來越正 越來越正 在這個時候 我出家的心 是越來越 越高 是不是聽師父 在我剃斗 這個時候 主持一樣 他也是喊喊台車 再跟他讚嘆 這很好 這很好 但是呢 我們不好 我們再過一陣子 我們再來看看 那 將軍這個時候 想說 師父這樣說 好 都沒有什麼意見 教授 每天就來 道庭 看有什麼工作 要做 時間到 就跟人去共修 這樣有更多 這時候 大將軍 他跟主持師父 說 說主持師父 一邊等就等 我去共修 我已經等 我變勒 我去共修過 是不是 主持師父 你要讓我出家 你給我剃斗 講到這裡的時候 主持旁邊 有一個人 剛才走到 將軍的成功旁 他剛才說幾句 他說 報告將軍 現主持人太太 在家裡 交男朋友 哇 這個時候 將軍 聽到這幾個而已 馬上 這個沒有免費 就要拿起來 他說 這個事情 才會給你處理 我在這裡 這麼正正受傷 我沒有在家裡 交男朋友 我隨便回來看看 起床就要撞 結果在這個時候 主持人就說 大將軍 你萬家走 你是怎麼 才會讓一句話 就把你打進去 道長 要把你打回家 喔 這是證明一件事 你還沒放下喔 你若是還沒放下 這個時候 你若要出家 將來很快喔 你就還翻車回去 所以這個大將軍 我聽到之後 整個臉都說一說 我經常覺得 我的心越來越正 我經常覺得 我的道陷 越來越進步 原來這是我自己的 自我 的一個角度而已 不是我受傷的行動 已經到這個程度 這個時候 大將軍 當然是非常堅固 那麼在這裡 這個故事 是在跟我們說什麼 這個故事 就是在跟我們說 我們一個 要生丹 如來的家業的人 我們一個 要生丹 大事業的人 欸 我們要一件事 要注意 人家說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們要做一件 如來的聖書 相對 就有這麼多 那個魔 夾在自己的障礙 那個魔 都不是外面 都是自己 內心的食器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到底是有多少食器呢 我跟你們說 我們的食器 真的有八萬四千的食器 八萬四千的煩惱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個學復的人 我們要很清楚 我們一定要廣直福田 我們絕對要多天津文法 我們絕對一定要多行善事 而且對白武要優好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福報 可以隔到正中 暫時有一個修正頭 這個修正頭 將來不會聽過 所以說世間有一個海螺 這種 這種東西 這個海荔 那麼有一天 有一個出外人 這個出外人 這個年輕人 他帶到一個海螺 剛才來到這個鄉頭 他也想要休息 他找到一個橋下 他就 把這個海螺帶來 就開始奔 奔奔奔奔 奔奔奔奔 好那聲音實在 有夠微妙 有夠重厭 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鄉頭 沒有看過海螺 所以很多孩子都走來 走來 連大人也走來 那麼走來的時候 他說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他說這海螺 好 你有夠厲害 你的聲音很好聽 這個時候 那個出外的 這個年輕人說 這不是我的聲音 這是海螺的聲音 真的喔 海螺的聲音這麼好聽喔 不然你海螺這個我看看 年輕人就把這個海螺 交給這個小朋友 結果小朋友 拿到海螺料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 切切切切 嗨嗨嗨 他才會沒聲 這個時候 他弄在旁邊也沒聲 掛在手上也沒聲 這個時候 那群小朋友說 跟這個年輕人出外人說 你給我騙 這個東西裡面也沒聲音 咦 這個出外的年輕人說 這個東西的聲音 來來來 有聲音沒聲音 你拿來向我 當海螺又向到那個 出外的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又拿來 對著海螺又開始噴 那麼在那裡噴的時候 哇海螺 那個微妙重點的聲音就噴 噴 噴 那個旋律就很好聽 在這個時候 當那群小朋友看到 這個年輕人的噴出 一個很好聽的海螺料 這個年輕人跟這群小朋友 跟旁邊旁觀的人說這句話 海螺的聲音好聽 是要靠我們用心 要噴出來 這個道理就是要跟我們說 今天我們要生意到 我們的理想中的事情 我們就要用心 要打招 這樣事情可以成功 所以各位寶山 照到今天這幾個故事 就是要跟我們開招 這幾個故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理想 來實現 讓我們堅持的東西 可以成功 所以第一 我們的目標要健康 第二 我們的夢想要清楚 第三 我們祈禱到我們的實氣 第二 就是要用心 下去辦事 感謝各位菩薩 今天這個聖誕 來祝福到我們每一個 佛法菩薩 每一個師兄師姐 每一個觀眾朋友家庭 可以幸福美女 當時可以健康 繼續如意奧命多分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慈悲、平等、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生命電視 讓佛法環繞全世界 讓佛法環繞全世界 生命電視 接下來請收看 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讓佛法拍下 市民ع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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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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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